中国男篮和东季奇打的真的是同一个运动吗? 就这一回合,就值得中国男篮赛后录像学习 第一球,东季奇在第一脚打进翻身跳投 进球后,队友在后场完成抢断 东季奇马上回到进攻位 然后,他接队友传球,点起防守者杀入篮下 打进一记拉杆反身上篮 先抛开个人能力 东季奇在第一位进攻时,队友会进行大量跑动 在打进后,四位队友会回防 一位队友会在后场完成断球 在一个进攻机会里,斯洛文尼亚就通过团队和个人能力拿到5分 第二球,东季奇上演教科书版大打脚 他通过体现变相突入内线 东季奇没有选择马上强杀,而是在走区停顿 此时,对手的中锋重心已经被晃飞 然后,东季奇通过两个投篮甲动作点飞中锋的重心 让其无法第一时间起跳 随后再打进一记柔和抛投 就这两下子,别说中国男篮 恐怕N比也顶级球星都没几个能玩得过来 第三球,东季奇側翼出来接球 在45度和中锋完成挡拆 东季奇在洞察对手协方的第一时间回传给中锋 中锋大进一记抛投 你们都说东季奇连球 但真到出球的时候 东季奇甚至能给你来一个不看人传球 第四球,东季奇又化身军训教官上演小打大 他在外线先是一个急停回拉 再衔接一个体前变相 直接把中锋过了个干净 此时,东季奇观察到对手的落位不及时 这次他选择靠着对手的协防 强杀内线大进2加1 在没有防守3秒的国际大赛 东季奇深知 什么时候该突破 什么时候该投篮 进攻方式的决策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第五球,再来看看东季奇的三分能力 在外线 东季奇接一个胯下揭晓后撤步 投进一记不讲理三分 本届世界杯 东季奇无论打任何一支球队 得分都如同他能取物 其不讲理程度堪比当年的凯文杜兰特 他仿佛还没有发力就连续砍下30加 他也成为国际篮联第四位 连续两场砍下30加的球员 很难想象 在同样跳不高跑不快的情况下 东季奇能用节奏打抱一中对手 但我们的男篮仿佛在技术上落后了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打抱清楚关系 打抱清楚关系 使用节奏打抱等 那个平台